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世界观好像比我们台湾一些名嘴世界观好多了 反战声量看起来很多是挺哈马斯反以色列 其实不是的 是反美 不是 贝勒是反美 哈马斯提供给小孩子的教育的 从三岁就开始拿枪的 然后喊口号要塞犹太人 然后要去同这样 那以色列也一样也是有极端分子的 因为很多人他们不理性 他们觉得宗教才是一切的 它是唯一的身份认同的 当比这个制度跟在台湾很不一样的 基本上它可以团结每一个族群 我觉得台湾不团结是问题所在的 那我会认为台湾应该也是要做 以色列这样的一个路线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 无马看中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国成 那最近呢 各位朋友都知道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辞世 虽然呢 中共中央呢 帮他办了追悼会 然后习近平也这个到场到夜 但是呢 相关的留言猜测传闻 好像还是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 另外这个时候呢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 也去美国访问 但是呢 这个就非常低调的 处理这个李克强事事的消息 甚至连拜登对李克强的这个哀悼 也给中国外交部 技术性的给他淡化消音了 这到底呢 对于整个中国的形势 我们要怎么来观察 还有呢 最近这个哈马斯啊 跟以色列打的这个是如火如荼 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啊 对外宣称中国可以参考 哈马斯 普袭以色列的这个作为 当然这个中国解放军呢 是说这个形势不同 这个完全不一样 但是呢 这到底这个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呢 对于两岸关系 对于中国在台海的形势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呢 我们特别请到 这个台湾国际关系的最权威 也是中国政治两岸关系的专家 台大政治系教授 林居正 明老师 来跟大家解析这个问题 好 这个老师是不是跟大家问个好 是 主持人郭聪老师好 各位观众各位大家好 好的 这个我想先请教这个老师 就是说 这个李克强啊 现在这个逝世 虽然他已经卸任了 但是呢 引起的这种讨论的声浪 好像还是没有消失 而且刚好 中共高层啊 最近状况也挺多的 你说秦刚啊 这个外交部长 然后国防部长李尚福啊 接二连三的从这位置上消失了 让人家觉得 这个是不是 又要搞大清洗 是不是 习近平的政治动作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这个局势 就是说 老师您看呢 接下来呢 这个李克强的逝世呢 会对习近平 对中共 对中国的形势 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内部的维稳 会不会有所影响 坦白说 我们从外面看 有的时候真的 捏把冷汗 你说连续出这么多件事情 你说要不动荡 有的时候真的还不太容易 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过去 路过去谈过一些 最近我注意到 就是一位这个 旅外的一个政治评论家呢 叫邓一文先生呢 他讲的一点非常有趣 他说他注意到 中共在去年 是干二十大嘛 他说二十大 这个开会以来呢 中共连续出了几个意外 他说意外 这个词来形容 我觉得这词用很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 在这个举世 注目之下 在大会上面 胡锦涛呢 被架出他 那架出他就算了 你看他 离开的时候呢 拍一下那个 李克强的肩膀 李克强不敢真正的回应他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第一个 第二就是 前党魁 这样的一半的 开会开的一半离开 照理说 按照华人的规矩 按照其他国家的规矩是 第一派人得全部站起来 这种形式上总是该 站起来 然后送他出去 然后摸他一下 或问一下 有没有怎么样 什么这个不舒服 就礼貌了一半 这位是你们前领导啊 领导你们十年了 就现在这样走的时候 大家就是 就是呆若木鸡 或金若寒蝉 没有坎多 我也朋友训绕稿 你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 训绕得更棒 所以你说这些事情 的确是很令人意外 当然同时我们看见 就是所谓的改革派 或者是团派 或者是李克强 这个系统人马 全部都出去了 这第一个意外 第二个意外 就是白纸革命 你说前面 这个清明风控 搞了这么长时间 搞得他迷不了 就因为新疆的 一个公寓大火 新疆的公寓大火 然后地方官处理不好 然后引爆了 全中国十几个省 然后一百多个 高校的白纸革命 这你也很在想 说起来是有点 我们都说是完全丰满 你又不相似 但是你会引爆 这么大的事情 比如说社会的氛围 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意外 第三个意外 就是你说下班 接班了 然后都是自己人马了 然后都是他清典的 都是他一手提拔的 就提拔 就像你刚刚说的 提拔没有几个月 就外交部长出了纰漏 国防部长出了纰漏 你这很难 不让人觉得说 他的要不要看人 看出问题 要不要就内斗太过激烈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就是 这事情还没完 就从火箭军开始 一系列的李玉超 前后任几任的这些 副司令 好 前任司令 现在好像也消失不见了 反正就是确定被拔掉了 是现任的司令 副司令 然后政委等等 好 这也是很难想到的事情 火箭军是多么 高精尖的一支战略部队 就这样说拔就拔掉了 那最后就是李克强的去世 那所以这些事情 当你说意外嘛 你可以说意外 但是的确是一个 不正常的现象 所以这个 我想邓先生这个观察 他把一把排列杀掉 大家感觉就很强烈 那你刚问的就是说 李克强这个去世 对中共政局有什么影响 照说这个影响 现在很难判断 但我们看到一些 不正常的现象 我们不常说嘛 也就是中共政局 因为太不透明了 所以我们上后观察 一些规律出来 任何事情 只要打破规律 我们就要怀疑 对后是不是有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的确 也是这样操作的 所以在李克强去世 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看到就是 当局有些不正常的 一些作为跟反应 最后的第一就是 新闻报道非常低调 而且好像也没有 智商委员会 第二是没有智商委员会 这么大一个事情 奇怪 这么高级别的领导 没有智商委员会 二号人物去世 你说没有智商委员会 这是说不通的 第三你刚刚说有追悼会 应该说没有大型追悼会 对 就是一个小型的上礼 然后这些领导人来了 来了 就这样子 第三个事情 第四我们看到他们发通知 这是李克强去世 然后我们没有大型追悼会 所以境外人士不要入京 河北境外人士不要入京 然后外国使节不必到场 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好 然后再来就是 禁止公开的一些大型活动 什么演唱会的一些活动 要暂停了 再来就是学校里面通知 就是严禁悼念 也不许在网上 在微博上面去传 什么等等去讲这些事情 你说这么重大一个人 这件事情 应该不让大家谈一谈 就等于是随时随地 就觉得说末谈国事 对对对 这太奇怪了 然后管得这么严厉 就是超过人的想象 那再一个就是我们 在别的国家 在民主国家 当然在共产国家不一样 不一定了 在民主国家 这么大人物去世 然后这么突然 除非说他常年卧病 那你说很简单讲一下 他是突然间走的 照理会怎么样呢 有医疗小组报告 对不对 有医疗小组 一个组织医师 在医疗团队 我是心脏科的 他是麻醉科 他什么科 什么什么科 然后大家出来做个报告 然后他做个总报告 然后呢 要有记者问他 对不对 国际记者问说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 什么问题 什么等等 这个组织医师团队呢 要出来解答 那他也没有这个报告 再一个就是 林考虎的寒酸 非常寒酸 非常寒酸 以他的级别 以他的级别来说 你很难想象 这看起来 要是一个师傅群群群群的 这个人去世 这么简单 再一个更怪就是 火化的时间太快 照理一般来说 你会拖一段时间 然后要酝酸 然后报上 这个吹雪过去 风波危机 不管他有没有 然后就为人民做了贡献 然后就把他扑载一下 然后就说 我们举国哀悼 降半旗等等 这不在这个 背景爱荣当中火化 那也没有 所以这个 我们看了就这几年来 中共一直在强调 要说好中国故事 看来这是故事 说的不清不楚 说的不在不清不楚 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照理说 这个故事 你好好说一下 其实是可以说到过去 对不对 大家可以理解的 但你不说好这个故事 大家觉得奇怪了 整体我刚刚说 你把这些刚刚讲 那些不正常的反应 你加起来 你看见什么呢 维稳的力度过强 维稳力度过强 哀悼之情的 完全没有 然后急于把这些翻过去 你越这样翻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反而越翻不过去 因为大家会有更多的怀疑 怀疑比较在什么地方呢 谣言 各种各样的谣言 不是自然死亡 不是自然死亡 习近平下了手 或者说习近平底下人的 揣摩声音要下手 或者说反对派 让习背黑锅去下手 所以说了半天就是 没有多少人相信 他自然死亡 那这导致什么结果呢 导致就是 中共当局现在明显 陷入一个叫塔西陀的困境 对 塔西陀的困境就是 你政府出来说什么 人家都不小心 然后人家反正就 我认定是你杀的 那就你杀的 管你说什么 你说大家没有这种想法 有啊 最近网上不是传一封信吗 一个资深的特殊记者 叫顾万民 是吧 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列了很多要求 第一就是不要急于火化 然后解剖尸体 公开死因什么解释等等 就是跟我们刚刚提的差不多 换句话说 一般的正常人 在正常的国家 都应该有的正常的怀疑 你没有解释 所以你不解释 都摇曳的东西越来越多 更何况就是 原来大家就晓得说 你们俩处不好 你们俩这个政策立场 不一致路线不一样 你们过去有个争执什么等等 所以人家说 因为李克强多好多好 我们说不一定 现在老百姓不是讲了吗 死的不一定好 那问题是什么 活得真不好 对 打死人压活人 这就是现在最常讲的话 而有趣的就是 我们认为 就是以习近平为首 现在中共中央的 反正真的担心 有人用死人压活人 所以他们做了这么做 反差的反应 这种反差的反应 反而加剧了大家的怀疑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看见就是 这些年来 我们看中国到了 社会的氛围 其实是不稳定的 一个就是 这么几年来的 这些经济的下滑 跟民生的凋敝 然后再来很严重 就是失业问题 不管是高毕业大学生 或者已经工作 一段时间 什么等等 失业问题 那么也就是 大家回想过去 除了说经济的 正常下滑之外 你的清零风控 你的战狼外交 然后你把香港又搞烂了 这是不是都加剧了 中国大陆的经济危机 所以大家会反思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能对症下药 大家可能 欢欣鼓就算了 你现在不断不去 对症下药 你反而就是 把老百姓嘴管得越来越严厉 对社会上控制越来越严厉 老百姓现在气无处发的时候 这个社会事情出来 大家要具体发挥 所以老百姓感觉 就是你问题没有解决 然后你控制越来越严厉 整个社会的政策 越来越向左转 大家看不到未来的时候 那群众运动真的可能爆发 所以其实我认为 就是如果正常情况下 不一定爆发什么群众运动 会爆发群众运动 恰恰好就是你逼得过紧 之后把他激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你刚刚问到说 他对中共证据会什么影响 我觉得大概几个吧 第一个最直接就是 理系的人马会不会担心 理系人马会觉得说 我们老板才刚刚过去 没有几个月 然后身体原来很好的 都没有听说有什么问题 加上这种都是一等一的医疗保健 怎么说说走就走了呢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不正常 所以理系的这些大员 因为往下 大家可能会人人自为 这第一个 后来我跟一些朋友的聊天 才是新的朋友说 那胡春华东 汪雅雅要不要发一个 不自杀声明 我看发了也不一定有用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是否发一个 不自杀声明 然后再顺便秀一下 这个健康证明 我本人身体上健康 没有任何问题 好 这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已经退休这些人员了 他们会不会人人自为 会不会抱团取暖 然后因为他们抱团取暖 人人自为的结果就是 不管是现任的 或者非现任的关系 只要不是在习核心团队里面 会不会跟习团队或习核心 更加离心离德 也就是他造成的效果是反效果 也不是这个效果 那这个就是正常现象 那我们过去讲过就是 其实这几年下来 反贪腐的作为 固然赢得了正面的评价 但是让这些很多官员会担心 他们会说 我们是不是要利用这机会 然后把心灵打下去 或搞下去 或怎么削弱它 所以我们现在争取 为了三宫殿破 所以我们刚刚讲 说我们的这些消息 可能都不是真的 但是问题是大家有合理怀疑 然后大家把它放大 传出去的时候 那导致什么结果呢 反习的人士在三峰点火 习近平的过度疑心 双方一击到之下 再度发动清晰 那这样问题就骂大了 更不要说就是习近平 他是眼睁睁看过了 会不会爆发1976年的四五事件 1989年的六四屠杀了 或者接种人来的 苏东坡的这些变动 或者颜色革命等等 对他来说 那是一个真正的恐惧 所以我说事情本身 如果正常处理的话 可能不会这样子 但是你不正常处理 反而激起过多的怀疑 跟激起过多的这种 动荡的可能性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想这个老师的解释 也非常的精疲 我个人对中共历史的印象是 就是他的这个桑里的这个规格 我认为是涉及对他的定性 对 比如说当年陈毅过是 这个毛泽东去参加追悼会 他的定性就是代表说 我还是跟老同志老干部站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邓小平他们 其实就知道说毛泽东 这个态度文革不是不能翻 因此这点后来 我觉得他们就记取了教训了 所以在这个之后 这个赵紫阳去世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 这个定性上有了偏差 所以就爆发了八九的事件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他一定是认为说 你这个定性不能过高 因为定性如果过高的话 那这个可能你追到会规格 就得大 那追到会规格大的话 那这个说不定就业务引起 像天安门事件那样了 就使得群众聚集 对 群众聚集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觉得 这个在共产社会 活着也没有自由 死了也没有自由 没有怎么死 死成什么形式 也还得别人来决定 反而民主国家也不 不法有这个现任领导 现任领导过世 没有什么了不起 美国总统过世 现任的时候过世 也没什么了不起 卡特过世 老物质过世都没有什么 所以这个共产社会 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还是挺多的 如果我们不喜欢共产 或喜欢专制 不喜欢专制的原因 那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一次在李克强过世不久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王毅 王毅接了外交部长之后 人家说是接他徒弟的班 这个秦刚下来了 王毅来接班 这个师父接徒弟的班 这个在中国还是比较少见的 比较少见的 但是王毅这时候 到了美国去访问 那人家说 这个时候他离开北京 重点可能是去谈拜席会 然后跟布林肯 也谈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老师您看 王毅这回去拜席会有可能吗 就算会 会谈些什么 应该想说就是 其实原来习近平会想去 然后美国也希望说 你来当面谈谈 因为双方各有所求 这我们过去都谈过 等一下我们再细讲 谈一下 双方各有所求 所以去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爆发了 李克强突然间去世这件事情 然后刚刚讲的 我们提了说 有一些受伤动荡的隐患之后 那就可能另当别论了 所以王毅去着去 就做准备吧 到时候到时候 真的习近平是不是动身的了呢 跟大家看国内情况 我们一层中来看 我们想说美国的企图是什么 当然是双方 这种大国互动 我们刚刚讲 大国互动或大国博弈 它不是一时一刻 能够解决的 也不是说 一件事情就可以翻转了 它是一个长期积累 跟长期形成的 对对方的认知 或对局势的认知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过去讲 我说美中的对抗 现在已经结构化了 所以结构化就是 你要说很快的 很容易的就要解决了 恐怕暂时不容易 所以美国的 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 至少我不希望说 很快爆发军事冲突 我希望能设一个安全护栏 来 大家是最极破的 最重要的 比较具体来说 第一是台湾海峡 你中共每天飞军机过来 然后开军舰过来 然后又环台演习 然后附近又搞大规模演习 什么等等 那就算你没有这意思 可是你这个动作 我不能不怀疑 所以台海的形势 我又对美国来说 又非常在意 台湾的中国性 只有美国人讲了无数次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需要再重复了 那么中共也听到耳里面 但美国得不断地提醒中国 你不要以为我有分析 你不要以为这边那边发生 我有分析 我没有分析 我跟你讲 我对台海非常在意 所以美国总的说 来你当面 我再给你讲一遍 我就怕你就记不住 怕你就一下疏忽了 怕你就误判了 我再跟你讲一次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从台海衍生出去 就是整个亚太的情势 当然我们会讲完一个南海 然后再一个南北好险 对对对 这都是我们说的热点 南海的问题 现在也闹得很大 你看中共跟菲律宾 这种摩擦 也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在别的地方 可能双方已经是开火了 所以不一定会全面战争 但是双方开火 开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亚太形势 有南海的形势 跟南美的形势 那双方会要谈的 再一个就是经贸关系 经贸关系就是双方护卫所求了 中共对美国的依赖多得多 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低得多 但是并不表示说 美国可以完全偷开中共 然后它的经济就能够变好 简单说嘛 我们都在美国去待过 或去玩过 然后去看过就晓得 你进到美国的那些 一般的超市 或进到什么地方 对中低接触性 都是中国货 换句话说 中国大陆生产的东西相对廉价 然后对美国的民主有一定的支撑 那反过来说 如果多高的话 那美国的物价上升 那美国就很吃不着的了 更何况现在是 马上就选几年了 那你说现在物价上升 我拜登还要不要选 所以双方就是能够 在经贸问题上 再怎么谈一谈 然后再放松一点点 然后让我们 至少美国人 我说让我美国经济好转 然后这个通货扑道不能严重 我选举可能比较好 那再来两件就是 对美国来说 就是两个比较急迫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 你不可以支持俄罗斯 现在打这时候 虽然还不能说是垃圾时间 但是你不能支持俄罗斯 只有你答应过我的 过去美国要求就是 你不要提供武器 后来布林肯去了那边之后 他们给的答案是什么 不可以提供致命性武器 他多了三个字 因为他知道其他的东西 大概也很难禁 很难禁止 所以不可以提供致命性武器 那这个第五个 第六个就是现在 这个伊哈爆发战争了 你不能去支持伊朗 不能支持哈马斯 这是美国的意思 中共的第一就是 我们希望美中战略关系 都会正常化 因为这几年来 你不好搞得够惨了 你在军事上的围堵 在外交上的围堵 然后贸易战 你又关税了 制裁了 金融战了 又搞晶片了 甚至搞人才交流 都不好停下来了 那我怎么办 再一个就是中共关系 美国现在以台式华 你跟台湾关系搞得太好了 搞得我太难受了 你们这边可以放松一点 所以你说 其实双方都互有所求 双方都真的也 如果没什么特别原因的话 也都需要说见面谈一谈 重温一下就好 可是你现在中共对于 李克强去世 如果这么有 刚刚我们讲那么大的担心的话 可能他现在会犹豫 所以他现在 你跟我说 王毅去谈了那么久 为什么要谈出具体结果来 应该这样讲说 王毅的口气一定是 如果没有意外 我们老总一定来 也要这样讲的 美国方面心知肚明 美国方面也会很客气 那你们回去安来 我们这边结成欢迎 应该是这样说的 但是到时候来不来 那得习近平盼着 他内部的形势 我说最后是真一点 我想这一点 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到底习近平去不去 去我相信 这等于是跟国内外 所有的人强调说 形势是稳定的 对 我绝对是可以掌握一切的 想要乱的人 死了这条心 第二个我个人觉得 因为现在卡一个香港特首 能不能去APEC的问题 因为美国好像是对 香港高官都有制裁 他是去不成的 所以如果习近平去了 说不定有机会 美国特事特办 让李家超也能去 那这样的话 中国就剩了 至少可以打破 香港问题上 美国的封锁 这有没有可能 可能是存在 但是你要再问我的话 我就要跟你说 好像昨天晚上 我才看到新闻说 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提出个香港制裁法 香港制裁法就是又针对这些人 而且有些 好像四十多名高官 四十九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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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些是刚好就是在这个王毅的后脚刚离开 他们就提出来了 所以如果这个拜登把 我看了时间来不来 可能来得行 拜登如果把这法案的签署 偷过一段时间的话 那后续就可以 所以你说特斯特办 我不能排除 如果放了这么多的话 那美国会不会被人感觉 说我太过示弱 他得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就像老师说的 这个大国之间的国议 特别是现在议题这么多 国际形势这么多变 所以这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那另外呢 当然我们就刚才提到了 这个以哈的冲突 那现在中国刚好 他是安理会的轮值主席 显然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角色跟立场是蛮重要的 那么中国到底对这次中东的冲突呢 他的战略观 他打算是怎么样的来 面对处理这个问题 对以哈他各自会有什么样的立场 我想这个也是请我们老师 老师帮我们解析看看 说到这些 我得先说一下这个 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两个新闻 其实最关键是一个了 然后就前几天我看到说 巴勒斯坦有人举行婚礼 然后举行婚礼之后 有人就开冲锋箱 然后我们是放鞭炮 他们就开冲锋箱 告诉冲锋箱的影片 讲说打台湾 你们中国去打台湾等等 我一看我这个非常激烈 我想说巴勒斯坦人有这种国际乖的 真了不起 你们这里头都快活不下来 还会想到打台湾 还把事情搞大 他们的想法当时就说 世界搞得越乱越好 天下大乱 也就是想破坏国际秩序 人就希望是天下大乱 反正就是乱中取胜 就希望这样子 中共现在想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中共现在整排的说是灭制了 美国很大的战略压力的 地区刚刚讲说战略对抗问题 然后再来是围堵的问题 然后经贸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都导致中共内部的经济的滑坡 尤其是导致什么呢 导致它财政的困窘 你看它最近这些没收钱 罚钱罚得非常严重 那表示财政出了大问题 所以它希望说能够跟美国谈出什么东西来 然后能够放松美国的制裁 然后使它这个经贸提升财政能够好转 那么也就是它希望做这些事情 但是它又不放弃一个远大的目标 远大的目标是什么呢 利用各种机会去削弱跟抹黑美国 跟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乌克兰战争它就这样做了 这个以哈战争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第一呢 它比较偏袒哈马斯 然后比较去暗伤以色列 整体来说它如果能够的话 它当然希望说我共和交友 当然它骂美国共和交友 你提供武器啊 所以它战争打下去 如果美国不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的话 那乌克兰被消灭了 乌克兰被消灭之后 大俄罗斯联邦形成了 大俄罗斯联邦形成之后 第三次大战可能要爆发 然后中共就要打台湾了 这就是中共的如意算盘 那这事情当然美国也看在眼里面 所以中共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上 是希望拱火交友拖延战争 然后以下是对上市 绑住美国 这个欧洲 跟这个俄罗斯 跟乌克兰这些国家 这以下是对上市的战争 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话 比如说像哈马斯战争 哈马斯战争的中共计算当中 不容易像乌克兰那种打那么久 所以如果打不到那么久的话 我又下次正常就没有用了 就太有人被他看破手脚了 所以我一方面试着看 下次就能够成功 不成功的话 我立刻进入调停 这样我博取了调停的美名 一方面我博取了调停美名 那么至少两家战争对我来说也好 更重要一点就是你注意到 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反战的声浪什么等等 反战声浪看起来很多是 挺哈马斯反以色列 其实不是的 反美 不是贝勒是反美 对反美 贝勒是反美 那什么人在搞反美呢 你说都是巴勒斯坦反美吗 不是 左派 全球左派 那全球左派背后有伊朗有这些人 还有什么人呢 还有美国左派 还有中共 就这样 那么也就是让美国在各个地方分心的时候呢 就给左派 全球左派 乃至最大左派中共的制造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哈马斯有一个高级观点在海外接受采访 说中一天美国会过去的会崩溃的 然后这个朝鲜的这个竞争都非常厉害 是我们的盟友 那伊朗可能会干预 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个俄罗斯我们每天都联系 然后中共现在很快就来看我们了 我们很快去拜法他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说不定就是 他们其实蛮有这个世界观的 所以讲到这里呢 我还真的很想说一下 哈马斯这些人呢 或者说巴尔斯人呢 你不要以为他关在地道里面 他没有世界观 他的世界观好像比我们台湾一些名嘴世界观一样 好多了 台湾名嘴世界名嘴的人 天天看到国际的新闻 看到看到什么 但他们解读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居然说美国希望台湾走上去打仗 把台湾打造成一个什么战场 然后打巷战什么的 你有没有想清楚啊 美国最不希望台海爆发战争 美国最希望就是后组战争之爆发 那么所以如果连哈马斯想不到的话 我们这些名嘴朋友们想不到 这我还真是有点难闷 这我还真是有点想不通 对的 像现在这个局势看起来 这个第一个就是老师刚才提到一个点 其实在我们中文传媒 很少人提到 就是其实美国是不希望两岸法上战争的 对 很多人说美国是拿台湾当旗子 希望把这个中国的力量吸引过来 削弱中国 这个海内外很多华人常讲的东西 看来显然不是 而且实际上历史也不能证明这一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老师刚才提到 也很重要了 哈马斯其实也挺有国际观的 实际上这一点我认为是 这个弱小民族追求民族解放 这一点的中共常讲 其实这个国际观还是蛮重要的 尤其是最近伊朗前不久说发了一颗飞弹 给以色列拦下来了 那这个显然呢 这个是伊朗的这个科技呢 也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了 这当然后面是不是有中国在后头 这个这个煽风点火 或者是提供伊朗资源 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哈马斯啊 其实他本身现在处于战争状态 可是他也是到他的未来 其实跟国际形势是联动的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 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那最近哈马斯的这个一位领导人 他就说了 这个中国呢 这个也可能哦 对这个哈马斯 怎么样突袭以色列人是感兴趣的 对台湾这个可能采取同样方法发动攻击 结果解放军出来辟谣了 解放军有一个中将叫何磊 他说呢 这个中国呢 打台湾就是合法之战 正义之战 不会效法武装组织 那当然了 这个共产党讲话 常常有的时候是要反着听 他说是为人民服务 实际上就是常常是为了党服务 他说是正义之战 常常就是不正义之战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想请问老师呢 就是说呢 你现在中共有没有可能就是 仿效这个哈马斯 突然的对台湾呢 发动攻击呢 这个台湾呢 要做怎样的准备呢 突然发动攻击当然有可能 我们常常过去讲的斩首行动啊 什么等等的 或突击战那有可能 但是你说用哈马斯的方法 大概不太可能 因为双方的电影条件不太一样 但是对于中共的态度 我想多讲个两句话 就是中共这么多年穷兵独武的 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当然台海对峙这么久呢 开头是以战争形势这个出现的 但经过几十年生去教训之后呢 台湾基本上已经认为 我们双方和平竞争可以解决问题 不需要靠战争 但是中共仍然不愿意放弃战争 所以表示说 这个政权的本质就不太一样 第二点就是 其实现在这几年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了 美国要好 日本要好 欧洲主流国家 都已经坚决反对中共打台湾 除了说民主伙伴的问题 然后经贸关系啊 然后这晶片问题 或台海货贵这些考虑之外呢 我想大家对于说 国际秩序的维护呢 这点是比较在意的 所以对这点的中共心知肚明 他也不敢真的说是 这个冒天上大部分做这些事情 那既然小龙说打台湾 其实不太可能 为什么要大奖特奖呢 简单说是对内争取合法性 因为他如果 不把中华民国消灭的话 他的合法性是永远没办法 这个树立起来的 第二就是 他的在民权主义 跟民生主义的两大领域上面呢 搞得非常糟糕 所以现在只好转移焦点呢 去玩假的民族主义的把戏 就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这样呢 他的合法性能 才能勉强地维持 对台湾呢 就是保持一定压力呢 制造里面的分裂跟不合 那这个坦白说是有点效果的 国际上呢 还希望说能够转变大家的注意力 然后从谈反国来转成反台独 反战争或反动画 那问题都是我们 我不是说统一不可以谈 问题是你怎么去谈统一 我过去到大陆去跟他们谈的问题 他们常常讲 我们要同你们 因为我说 为什么是你们同我们 不是我们同你们呢 他说当然我们同 我们同你们 我们比较大 你们比较小 我说规律一定是大同小吗 还是好的同不好的 你得想清楚 我们分裂不是因为大小而分裂 而是因为好跟不好而分裂 所以我们要真正追求 所谓中华民族 如果华人的常委力的话 应该是让好的同不好的 而不是大了同小的 所以中共讲这个话 我觉得其实设立那人是心虚了 去转移注意力 转移焦点 所以讲到这里 我还是回来称赖亚哈马斯这些人 他们躲在地道里面 都有这种眼光 都有这种国际观 我们台湾朋友们 你天天可以看到 国际上的媒体 国际新闻 你难道没有这种国际观 你看不懂国际局势 什么回事 你看不见全球来帮我们反共 而我们自己有人 竟然不反共了吗 这不是非常奇怪 所以也不算这题发挥了 我想这题目是相关联的 所以现在我想再清楚表达一下 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好好想一下 我们今天的我们话当中的生意 希望是对中华民族 真的是带来好处的 我想这个老师说话 真的是语重心长 非常有道理 实际上中共内部 我们刚才也听老师解释 他为了转移焦点内部的问题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 对台湾发动这个梧桶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真的就是海峡两岸的大不幸 因为他本身解决内部问题 严重到需要转移焦点到梧桶 代表他问题非常严重 那第二个 这个梧桶无论如何战争 双方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个我想真的梧桶下去 中国想要常常想想要这个伟大复兴 那就距离反而是更遥远了 对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 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明居正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这个给我们这个非常精辟的 对于国际形势的解析 也感谢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观众 好 这个谢谢大家对我们政经最前线 五马看中国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呢 除了收看之外呢 能够帮我们节目呢 按赞分享 订阅 按下小铃铛 谢谢各位 各位政经最前线的好朋友们 我是主持人张宏林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记得打开小铃铛 掌握最新节目通知 让精彩评论不错过 更欢迎留言 转传影片 大家好 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 五马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张宏林 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 这些纷争 但我们目前看起来 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任何的人在正常 有一些良知 当然都希望正常战事 尽快的平息 那我们看到整个 这个以色列 因为这样的攻击之后 产生出他们集体的 这些国家的防卫意识 然后大家不断的站出来 甚至我们看到了 大家踊跃的买机票 回以色列 在很多国家 我必须说 应该是发生战事 大家拼命买机票 要离开这个 有战事的地方 再回过台 以色列是买不到 回到以色列的这些机票 所以让大家更好奇 这个以色列到底是怎样一些国家 过去我们大家都邀请的部分 都是一些台湾的争论节目 或者是评论者 或者一些学者专家来谈论 今天我们节目很不一样 我们邀请到的是 我们以色列一 也是犹太一 他现在在台湾 事实上他来台湾已经23年的时间 而且其实他已经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 我们很开心访问到的是邮政委 政委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邮政委欧汉 这个我们很开心 这个可以访问政委 从他的角度去 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一下 这次的一些冲突 当然我们一开始回到 对以色列 以色列是很特别的国家 因为我们刚提到 他真的环视在中东这些国家 那你到以色列都知道 以色列是非常的严谨 有人说这个以色列 他们重视国家安全 甚至重视礼貌 他们觉得对安全的重视 你对他不礼貌 这样也许会不开心 但是对于如果 会围要到安全 在整个这个入境以色列 过程当中的检查 是非常严谨 那甚至我们看到 他们也随时都有可能 像他们服役的部分 男女都全民皆兵 有时候我们看到街上 他们就随时背着枪 所以我们是不是请假 邮先生也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以色列 基本上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 大家很小 大家的命运 其实有台湾的三分之二不到 那大家的人口 可能还不到一千万人而已 那大家的人口 也是有点多元的 那这个国家 在1948年重新建国 那基本上大家 我们像大家的安全考量来说 因为大家周边的国家 早期都是有底益 但是那是很矛盾的一个地方 刚刚我没有提到 我个人客观来说 我坐在以色列的路边 我没有办法去分辨谁是犹太人 谁是阿拉伯人 然后有的那个派系 我们也不知道 除非是宗教人士嘛 那我觉得中东那边各国 尤其是我们叫里凡对地区嘛 里巴嫩 以色列 巴勒斯坦 叙利亚 基本上古代 我们的人总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加南地区的人 那我们自己的语言西伯来文 跟邻国早期的语言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文字 是原本邻国的文字的 那我相信我们早期 我们是共同的一群人 后来我们有不同的发展 因为历史的关系嘛 因为这个地方 就以色列建国以来 这故以来 大概基本上 大概没有造过70年的历史 是可以独立的 那以前有什么 东罗马帝国 还有波士帝国 奥特曼帝国 反正基本上大家 这一次大概75年 是最久的一次的 那我觉得 犹太文明会延续下去到现在 是因为大家 那个地区的人 应该说在古代 没有把他们的历史写下来 现在因为犹太教的关系 没有写下来 大概延续到现代 那国家应该是唯一权续 唯一一个犹太教的国家嘛 虽然但不是 大概有其他的少数民族 阿拉伯义也占以色列人口的20% 大多数是新伊斯兰教 但有更多更多 跟台湾没有听过的族群 像 北斗因人 伦路斯人 亚美尼亚人 然后 犹太人里面也分很多派系 东欧派的犹太人 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 然后东非的犹太人 所以基本上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 是比较复杂的 那 我们从这个机场考量来说 确实我大概上升会 一直是今年的1月份的 那 基本上你到海关的时候 其实都会潜在着比较严谨 跟他会比起来 的话从 随便就可以进来 对 那那边会担心跟你走私 担心有恐怖分子 然后我是拿台湾的护照回去 他有问的更仔细 所以你中文名字叫尤正伟 那边的名字叫欧哈纳 那他有问原本的资料 家人住哪里 为什么要回到以色列的 然后我其实 犹太人也别问这些问题 他会觉得我的身份很可疑 可能他们觉得 或许我是假扮犹太人的阿拉伯人 他们也不知道 因为刚刚讲的很难分的 很难分的 对 那基本上那边的人都会很注重安全 因为担心可能会有恐怖攻击的 所以要保护家人 保护家园 那我觉得那边的人给我们的感觉都是家人 亲戚兄弟的 包括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是一样 当然有点会排斥他们 每个社会都一样的 那有点会接纳他们 那以我的立场 我也看这个以色列军方里面 最优秀的军人 几乎都是阿拉伯人 尤其是敦鲁兹人 他们就是最爱国 然后这种部队 他们也是最优秀的 那应该说边境警察 大部分也是北斗英人 或是阿拉伯人的 那我觉得在以色列社会 当病者跟最多 跟在台湾很不一样的 基本上大家可以团结每个族群 你不管是左翼右翼 你是虔诚的犹太教徒 还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还是东征教徒的 因为有当兵 有共同的经验 有意气努力 有共同的目标 有共同的敌人 基本上这个社会大家可以团结 我觉得跟台湾这个问题不一样 因为台湾的危机意识感不够的 因为我们我觉得 过去70年都是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要再等他们打 那我觉得也不要太天真 我觉得基本上战争来的时候 你不会有做准备吗 你看去年的乌克兰跟俄罗斯 我们都没有心理准备 那今年的以色列 更没有心理准备了 然后我一月翻回去 就感觉非常的和平 我去拜访家人 我们去特拉维夫 去耶路撒冷 那我去耶路撒冷的几天后 犯了恐攻了 死了七个人 那当时我们就完全没有感觉 觉得只是零星的冲突 我其实一直都有 就不觉得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那边的问题还是严重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得解决 那我觉得一方面我要强调 现在的问题不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说来说不是以色列的敌人 基本上我们有共同的祖先 有共同的文化 我们都是三米特族嘛 语言也接近 以色列的官方语言 但有西博来文 当然也是有阿拉伯文 所以你看以色列的路牌里面 都有三种语言嘛 西博来文 阿拉伯文 英文 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 以色列政府跟哈马斯主持 那我们要回归到 哈马斯这个主持 为什么它会同志加在主持 然后这个很重要 因为一般人不知道的 2006年他们是逗过一个选举 逗给哈马斯 但原本是西岸 整个巴勒斯坦包含加在主 然后应该有哈马斯那边同志的 但是大家基本上 但是又拿到加在主 因为巴勒斯坦应该说自己也对立的 所以他们会有冲突的 那到后面他们拿到加在主 然后那2008年 他们第一次开始设飞带在以色列的 2012年 然后20 我忘记 21年也有 所以大家这个问题是不会解决 那以我看来哈马斯本身 他的客观是要消灭以色列 但不是要跟你什么争取什么人权 那土地的 但他的背后是谁 他的背后应该说有其他的国家在支持 可能像卡达 可能像伊朗 因为符合那个丹曼的利益 某一些利益 我觉得丹曼是傀儡而已 包括李班人的珍珠党也是一样的 那那边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看那么简单的 有很多的政治利益在背后的 那我觉得基本上老百姓就是被牺牲 也是被洗脑的 偶有看过巴勒斯坦那边 哈马斯提供给小孩子的教育的 从三岁就开始拿枪的 然后喊口号要塞犹太人 然后要去同这样 那以色列也一样也是有极端分子的 因为对人单分不理性 单分觉得宗教才是一切的 但是唯一的身份认同的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能去解决的 最大原因也是因为 以色列是新尼泰教的国家 以前多二级人也占领过中东地区吗 奥图曼帝国的 那也没有看过这样的反抗的 那甚至最早其中第七世纪来到 里凡对地区的 阿拉伯半岛的一些战事的 但也是外来侵侣则的 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反抗嘛 基本上因为阿拉伯世界 早期是比较开放 我们可以看我们北边的里凡人 以前是一个东山教的国家嘛 但不是以色兰的国家的 但慢慢就变以色兰教的国家了 早期的Mesopotamia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也很多不同的宗教人士 包括以前伊拉克的犹太人也非常多 也很优秀的 国会里面也是有犹太人嘛 那现在这个地区的 大家已经越来越没有包容性的 大家要带你文化 带你族群 带你宗教 其实当然我们刚刚 这个游正伟先生刚刚刚也针对 我们前面现在发生冲突的背景 让大家可以更理解 我们当然会有不同的说法 如果你见识从不同的一些部分 有人甚至我听到说法是 基本上回过头来讲 很多加萨的或者很多的中东 他们对于他们现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应该说他们的文明的程度 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程度 因为可能还没有到他们期待 所以他们总要找到一个怪罪的对象 他们就怪罪说都是以色列害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生活不够好等等 都是因为以色列 会不会这也就是有些 你刚刚提到有些政治目的 或其他的原因是在做这样的干扰 我很认同你 主任你说的 基本上人都是平等 无论你的背景啊 肤色宗教信仰都是平等 所以带着区别是在教育这一块 那我们可以看在以色列内部的阿拉伯人 很多是都医生 法官 律师 甚至以色列内部的医生 以人口比例来说是阿拉伯人最多的 最优秀的医生也是阿拉伯人最多的 所以我认为 以色列当地的阿拉伯人跟巴勒斯丹人 基本上是有血缘关系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环境跟教育的 就后来的环境 对那某一方面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我自己的基本上 我是以色列裔 但也不完全算是以色列人 我的父母本身早其实住在北非的 我们算是摩洛克的犹太人 然后外婆是阿尔西利亚的犹太人 那1962年 他就当难民离开阿尔西利亚的 他是去一切的 那我从小到大就听我外婆告诉我 以前我们的别墅怎么样 以前我们在什么地方 也是有房子有吃产的 那我们是去一切被他们拿走 被他们占领 那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大家有听我外婆的故事 我就会很明确的知道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会把它美化 因为我们人就会美化 我们曾经拥有而失去的东西 那巴勒太人是一样 在以色列1948年前 有很多的人是住在当地 跟犹太人一起的 那有时候和平 有时候不和平 这个我不会去评论的 但是大家以色列建国之后 基本上他们很多人离开的 他们原本其他阿拉伯穆斯林国家 像埃及有代言他们 我们为了消灭以色列 你们就可以回去 没想到 我们这个战争 被消灭的不是以色列的 所以他们就回不去 那我们是以色列怎么做的 基本上伊拉克的犹太人变难民 到以色列就变成公民 那夜门的犹太人 也变成难民 他们就到以色列变以色列人的 摩洛克的犹太人离开 到以色列变以色列人 唯有巴勒斯坦人 在中东地区的问题是没有被解决 他们在里巴嫩没有公民权 不能投票 早期也不能工作的 大概是有约旦那边 但没有公民权 然后很多的巴勒斯坦人 在科威特 在叙利亚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身份 所以基本上 他们刻意维持到那个局面 然后他们自己的生活是没有保障 也没有办法融入当地的社会 然后他们自己刻意要回到以色列去 让以色列这个国家消失的 那事实上我们要谈不公平 就是不公平 像我自己是出现的难民 从阿拉伯世纪离开 就是不公平 20世纪 也很多外省人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 也会不去 也是不公平 那就是历史嘛 那像我们面对历史不能去改变 我们要如何去改善这些人的生活 才是重点 这真的是需要一点智慧 刚我们刚刚听到 我们这个周围大概所谈到的这些部分 大家一方面更了解以色列 他所面临或者中东的一些局势上 更深入的一些状况 那这一次因为以色列刚刚提到 原本是一个非常高度防备 那我们过去对自己的防卫 然后全民皆兵都非常有信心 这次被整个哈马斯 5000枚火箭弹杖攻击 因为大家会说 花钱以色列也是税收很高 然后你看男生要当三年兵 女生要当两年兵 在这么大家都愿意为了国家的安全 投入这么多 愿意牺牲一些事情上面 还被这样的攻击 我比较不确定 以色列内部现在的状况 当然大家也很怕说 会不会这样子大家又走到很鹰派 这种当然极端到无可 大家来来谈论谈判 这当然就自然会造成 永远无法解决的这种螺旋 那怎么办 你怎么 这是目前的抓以色列是 我觉得以色列的情况 比较像日本的还是内阁式的 所以总理去那边的政府 过去几年你们有注意到是很不稳定的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以 单一个政党去租内阁 所以你必须要拉拢很多的小政党 那早期 时代比较和平的时候 也比较中立的 那中立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比较好管理 你左翼右翼都可以造 这个平衡的 可以觉得平衡 但是过去几年比较没有办法 所以应该说现在的总理 他也是目前在以色列做最久的一个总理 那他过去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他有耽误 基本上如果他不当总理 可能会坐牢的 那他必须要来拢一些比较极端的 以色列对外 应该说要宣传的是一个很民族的国家 我认为是 但是但是民族跟台湾一样 基本上如果你是对的族群 你会得到该有的应该说权利的 如果你是比较弱顺的族群 但也不完全民族 我必须要讲实话的 可能有点早期 像台湾一些原住民的身份 如果你看不同的华人 就是外神 然后本神人等等 大概以色列存在这样的毛 这资源分配上还是有差 因为会有差 会有差 那现在的总理原本 以色列很多人不满 像我一月分回去 然后再退来为福 干很多的游行抗议 因为他要改这个施法 因为他希望保障 但是记得 那原本过去几个月 以色列内部其实问题也蛮大的 那有很多人因为不认同他 就选择要离开去可能美国 去新加坡去很多地方的 但是是因为战争 大概以色列内部每次都一样 一旦有战争就会重新团结 但是战争真的让他们团结 大概一段时间的 因为内部的矛盾还存在 但至少比台湾好 台湾基本上很难团结 哪怕你面对是同一个对象 我不要讲敌人 因为那是立场的问题 同一个对象 还是会很难团结的 那边的人知道 因为以色列是全世界 唯一一个犹太教的国家 如果你不团结 这个国家就会灭国 所以面对一个生存的问题 那大家会不会被动摇 很有可能 因为现在的人有一半对他不满 那我认为这一次的 应该说事件 基本上对他的影响蛮大的 所以大家现在要反击很大 那我就这样的一个动作 又好又坏 我不认为用战争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是某一方面 你不去消灭哈马斯 这个问题会再发生吗 因为刚才五年后十年后 他们会得到其他国家的资源 重新发单攻击 所以我是觉得那边的问题 大概要解决一方面 要让他们完全独立的 跟以色列没有任何的瓜葛 不管是他们目前用的后币 是以色列的后币 然后他们的水 他们的电源都是以色列提供 我是觉得让他们 被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的地方 跟以色列没有瓜葛 那再来基本上要改善他们的教育的 然后没有改善教育 这个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那我认为明年 以色列一定会有新的选举 因为现在就内阁 有很多的宗教人士在里面 那比较 中立的以色列人是不认同的 那些卓裔的人就会离开以色列 已经发生了 那对啊 政治比较复杂的 这个当然是 不过刚刚这个 我们政委有提到一个还蛮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从他的眼中 这其实他我刚刚特别讲掉 其实他也是台湾人 然后他真的我们刚提到 就是以色列一又是犹太一 在台湾也生活20多年 也拿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我觉得基本上我相信 这些地方都是他所关心 所爱的都是他的故乡 那他有提到说 但他的比较起来 台湾人比较不团结 当然这谈到兵役也一样了 如果我们举兵役为例 台湾过去 像我的年纪我还当两年兵 当不到两年 因为我们有大专服役 成功领受训再扣掉几个月 还有军训的课程 像几乎都缩编了 从原来的我们两年的疫期 到现在只有几个月的 三四个月的这些兵役 当然现在又回复一年 然后又有哇哇叫 就是回到 其实从以色列刚刚谈到 他们对于这种不团结 整个以色列就不见这件事 再看台湾好像都无所谓 你怎么看到台湾广义不止兵役啦 就是说台湾的不团结这件事 你也是台湾人了 是怎么办呢 我觉得台湾不团结是问题所在的 然后你也讲过 像早期的五十号 有的其他我不要提的 基本上不站在台湾这一条线 那你不站在台湾至少要站在中华民国这一条线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政治人物 我们不要去评论谁 我觉得是追求个人利益 而不是共同国家利益 那无论你的理念是台湾派 还是中华民国派 我觉得到最后就是一样 就是要团结 不团结 以后在这个地方的自由跟民族 都会存在的 那我觉得以兵役来说 我觉得一定要保护 这个这块土地很重要 那我就没有 经过这个兵役 所以不可能走到 那我会认为台湾应该也是要做 以色列这样的一个路线 男女都要当兵 然后女性也可以做一些行政战略 或者可能一些情报的部分 不一定要去打仗的 但我觉得女性在军队里面 也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 那我觉得以色列的当兵制度 兵役制度为什么会那么成功 是因为它不会让你觉得 这浪费时间 它把军方国防 然后产业跟教育都帮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他们去当兵了之后 再可以上大学 再可以上比较好的学校 然后之后可以直接去企业上班 但在当兵累积的经验 可以直接使用于企业的 那我就是台湾可以参考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当然为难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 即便是当以色列 当然都说一定是台湾 也有很多人参考 但根本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 你当然对于中国的部分 你也了解 你因为你是一个 对于国际情势的部分 也很有兴趣关注 这就为难了 所以台湾现在选举在吵说 对啊那你就不要挑衅 我们只要不要建军 不要增加人力 不要去干嘛 中共就不会想打我们了 我觉得应该说 以台湾之边从来没有挑衅过 我也上次回来 这个其他的节目我讲过 中国从来都不是台湾的敌人 共产导致是台湾的敌人 基本上你要了解 这个共产主义什么 来到以前在俄罗斯的马克思 马克思本身是一命犹太人 因为他的种族 他不是白种人 他不断的被歧视 所以大家会幻想一个理想的社会 是不分宗教信仰 人种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但这个理念是好的 但是有时候理想化跟政治人物去 早做这个理念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早期的共产主义没有什么不好 大家从共产主义变成一当独大 从一当独大变成一人独大 变成没有发言权 没有自由民族的 我自己在对岸很多的朋友 在上海也带过 他们很多想法 很多意见 就他们不敢讲而已 就我觉得台湾跟中国大陆的问题 反正是比较容易解决 但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 但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的 那回归到台湾社会 我觉得每个人的三分认同 都是个人的自由 那你要认为你是哪里来什么 人是你的自由 我也不会去评论 像我自己也是有权力认为 我是台湾的以色列义 有的犹太义 有的中东义的 那是我个人的自由 你也可以反对 那也没关系 那你要认为你是台湾来 还是中文是无所谓的 但是一定要团结的 因为我们目前在保护 不但是台湾的民主 也是未来华人世界的自由跟民主的 因为我认为 我希望看到中国 到时候终于有一天 变成下一个台湾的 带个一种专制的一个情况 就变成一个自由的社会的 那这个时候 中国到时候再有机会 遭遇美国的 因为它的价值是全球化的 而不是现在的概念 是觉得中华文明 这是全球最伟大的文明 然后我也这样的一个国家 你移民了 你可以生活在一辈子 也永远不可能当代的公民 所以那是不平等 我要做美国梦 我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变成美国公民 那连我们去台湾人的身份 去中国大陆 你要变成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公民 跟他们有对等的权利 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内部 要团结是针对这个问题 要保护台湾 也保护中华世界的文明 也很重要 因为共产主义 过去几十年做什么事情 他们不断说台湾在去中国化 所以说上台湾没有啊 我们最传统的繁体字还在 中国早期的宗教道教 在台湾还看得到的 相对中共那边的文化大革命 它破坏中国三世 是前年的历史的 所以基本上在永的字 也不是赞同的中文字的 它一个民族的灵魂 来说它的信仰 这个也被破坏掉的 所以我觉得到底是谁 在破坏中华文化 谁在去中国化 这个是一个疑问 我要强调 我对那边都是善意的 因为我的事业会做得那么好 有一部分也是高中国大陆 我也去那边学习 我也去三年那边发展 我从那边得到很多的 所以我是一个人 以中国这个国家 我是喜欢这个国家的 那目前我会对待有所保留 我会担心过去那边 是因为我觉得对台湾是不友善的 有时候我们会去评论 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 或者不认同 所以我们刚刚是因为更喜欢 我们希望再变得更好 对啊 那我对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区域的发展 我们不能允许大陆经济没落 没落的话 对于去韩国 日本台湾香港基本上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支持是一个健康的中国大陆的 一个比较自由的中国大陆的 那这个文化跟台湾的文化是共有的 共享的 有点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也是共享这个礼反的文化的 那有时候是这样的 你看最亲近的兄弟 有时候吵架是最凶的 反对外人我们会比较有礼貌的 所以基本上单本不是外人 是兄弟 因为兄弟就吵起来比较大胜而已 这真的是 我觉得需要我们刚刚提到 各国领导人的智慧 好好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影片 也有谈到说 那巴勒斯坦他的主体是谁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谁能代表他的 基本上我认为 宗教大致是一个工具而已 来推动这些政治目的性的 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哈马斯的领袖在哪里 哪一个是在巴勒斯坦 没有 他们在发动攻击之前 他们全部都离开 他们跑去伊朗 跑去卡达 跑去很多地方的 那他们对家人也是一样 出境 在发动攻击之间出境的 那我就永远 专制国家是这个问题 他们的领导人是被保护的很好 人民可能生活很苦 但是领导人的地位是不会被动摇 那我们要避免 我们要输这一个比较公平的 你努力可以获得的一个社会 这当然值得思考 当然现在要怎么去解决 我们当然也看到刚刚谈到中国的议题 中国在这段时间 当然过去他跟以色列到照理说 也保有一些很友好的关系 当然他同样跟这些中东国家的部分 包含跟哈马斯大人认为他们也有很紧密的相对的一些互动 所以中国的角色显然看起来好像就是两边想得理 我比较好奇因为你怎么 罗浩达你怎么看待中国现在对以色列处理的状况 OK 我觉得要分开去评论 那基本上中国人对有代人的态度都是友善 我们可以看以前在二战 基本上所有的港口都被封住 不捞的是犹太人进去 但是上海在当年就是保护了很多的犹太人 他们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在一个地方叫红口地区的 当时他们被隔离 所以没有食物可以吃的 那我听一些上海的长辈说 他们会过去丢一些食物 那我自己去上海了之后 他们会问我的国主 说我是犹太人 都是友善都是称赞 或者说有的人很聪明 或者说生意很有智慧 很重视教育 很团结 就不像西方人这样的 所以某一方面他们会把我们当榜样 这个是中国一般的老百姓 我们非常友善 我去西方国家也不可能是得到这些 回馈 因为台湾也 台湾也什么都是这样的 台湾应该说东北亚国家 韩国中国台湾跟日本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以前在欧洲读书 也生活一段时间 都是负面的 有的人会骗钱 就招呼什么政治啊 媒体都在有的人手上的 你们很团结 你们歧视别人 立场的问题是会把你影响 我觉得人就是平等的 那这个基本上 对以色列 我觉得以色列政府原本是不用悬边 大家早期可能带着 一些科技也可以卖给中国 也可以卖给美国的 因为大家 以色列的社长太小 大概还不到一千万人 所以大家两边都可以少 都可以讨好这样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美国一定会站在以色列这边 又站在台湾这边的 所以中国大陆一定要反击的 因为现在的 有一段类似新人战 中国大陆 俄罗斯 伊朗 巴勒斯坦 这一条线 然后可以说美国 欧盟 以色列 甚至以色列在中东的一些盟友 像埃及 沙烏地阿拉伯 多尔齐 再来是台湾 日本是另外一条线 多尔齐有时候也要看他的领导人 因为他会选边 他会对 我觉得中国那边 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 大家对以色列的宣传都是很负面 然后很多上海的朋友也是批评以色列去攻击巴勒斯坦 那我觉得是媒体的影响力的 那相对来说让我比较意外 就像哈马斯 伊朗 都是一些穆斯林国家 他们怎么不会去批评 他们对威吾尔族的对待 基本上过去几年 我们不敢保证 因为媒体是不是中立 但是我们看到 听到的都是对 威吾尔族有进行一些 灭族的动作 都是穆斯林 他们将对语言跟多尔齐人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阿拉伯世界是正一只眼逼一只眼 而且他们真的不在乎宗教信仰 他们要是权力 政治目的性 这个我们可以去思考 这真的值得我们来思考 最后一点时间 我想也请教一下 这个话呢 就是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台湾的部分 就台湾又接着已经有选举 然后现在大家也担心 未来会不会战争 中共会不会对台湾不友善 这种所有的因素复杂就绞在一起 最后还是给台湾一些建议 我觉得台湾基本上 我觉得要从影响力开始去改革 我觉得基本上一方面要保护自己 但是当你的在世界上的地位 有时候提升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不过有人敢轻易动你的 所以一方面内部要团结 要慢慢培养自己台湾图特的文化的 那当然也是延续中化文化 但是属于台湾本土的中化文化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 像早期的日本 带着大和民族 它也是保留很多中国的传统 像带着木鸡 带着汉字的 但这样还是一个很明显的日本文化 那台湾基本上带着文化基础是中化文化 它包含一些日本的元素 还有西方的价值观 但是大家还是要走自己的路线 第一个是自我认同 然后加强教育的 然后内部团结 再来国防的提升 还有台湾的经济影响力在提升的 不要只做科技业半导体 这些其他的领域也要做 但是软舌力像韩国一样 那台湾有很多的人才 那政府要不要去投资这些人 让台湾的媒体去影响 这个东北亚东南亚 基本上如果做到这一些的话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中国大陆那边也不会动你 那我认为中国大陆基本上目前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问题 也不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以做决定 那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的 决定权不在这两个之间 你发动攻击之后也是双败俱伤的 对中国大陆其实经济会逃退的 会死了很多人 那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就算你可以靠武力得到台湾 你可以同志这个地方吗 你有信心吗 那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基本上我看过历史以来 很多的国家要去侵略一个岛 就是非常的困难 我们可以看以前的蒙古帝国的 它可以达到欧洲去 中东也有 但是日本那是白澡 那以前的欧洲德国纳粹 可以轻易拿到法国拿到美国 拿到很多国家的 唯一拿不到就是英国 那我们不要讲 比较现代在人战时代的美国 古巴在他旁边 苏联在那边放一些飞弹 他的距离 其实是你台湾到福建省更近的 当然是拿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你有信心可以用武力通知台湾 我觉得不一定 再来我觉得战胜是不会解决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要想办法 跟对岸是和平共存 追求一个共好的局面的 那一起努力改革 让经济变好 这个是最 这一条路的 那双方要理性 不要说台湾挑衅 当然没有挑衅 是你 拜论很多的飞机啊 船往台湾 到底是谁在挑衅呢 那我要回归到一个法律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可以回归到194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的时候 大家对领土里面还明确的 是没有包含台湾的 所以在1980年代 他们修宪之后才有的 那你自己不同的一个地方 你要主照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也没有道理啊 那但是相对中华民国的宪法 成立的时候也没有 因为当年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的 所以我觉得领土有个东西 你可以看每个国家 在本来的边境都一直变 中国也不例外 你可以看过去三千年代的边境 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对那我们也不用在在乎这一些 因为我相信在500年后 1000年后 不会有人在在乎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所以两个提字招就不在了 所以去吵这些没有用的 重点是要一起生活 然后创造更好的未来 要避免战争 是这个我们当然都希望 不要有战争 世界当然都和平 那当然还是祝福大家 虽然这个好像看起来 只有世界选美小姐才会说的 我们节目还是希望世界和平 世界大同 那这是我想是大家 所有一般正常人心里的一个愿望 那今天很开心 我们可以访问到邮政委 欧哈娜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当然如果喜欢这期节目 同样欢迎帮我们转转按赞分享给更多好朋友 让他们知道更真实的状况 再次感谢周伟 感谢大家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